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三出土師販賣所的負責人林佳洋 佳洋來介紹我們的專訪 佳洋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佳洋 你剛說怎麼會想要自己出來創業 你的起心動念是什麼呢 我的起心動念就是想要把一個好吃的東西 推開給更多的客人 讓更多客人可以吃到這樣子 哦 是 對 可是如果說你在別的職場上班 也是一樣可以做是好的東西啊 但是那個是 因為我創業是想要讓自己的東西推廣出去 但是我如果去幫別人上班的話 那那個是那個老闆他自己的 會受限於老闆的想法 就是不是你自己的想法 對 是 那佳洋那怎麼會取名叫三出 三出的話 第一個出的話是初心 那第二個出是初中 第三個出是廚房 那 初心的話就是我對烘焙的那個熱情 那初中的話就是 我想要傳遞給客人就是我這個東西很好的那種感覺 對 那 初房的話就是想要讓第一次來客人就留下很好的印象 對 哦 等於說客人第一次出房出事到你們三出 他就有很好的印象 對 沒錯 哦 所以你用這三個出來 對 來就是命名我這家圖事店 哦 也算是你的經營店吧 對 哦 好 那佳洋坦白說其實上班跟創業是不一樣的 對 沒錯 那你這樣自己出來創業啊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跟挫折 嗯 困難的話倒是還好 挫折的話就是可能因為我剛開店的前一兩個月可能客人比較不穩定 哦 所以那時候我有時候會懷疑過自己 但是其實有時候你一個好的東西久的話你還是會被客人發現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還好 哦 初期本身身不穩 然後你就發現就會懷疑說是不是自己的手藝不好辦什麼 沒什麼 客人都沒有來 對 哦 所以後來發現其實 對啦 其實我覺得一個新的品牌他需要慢慢時間去累積 對 慢慢慢慢去發酵才會有那個效應出來 沒錯 所以你們過了前一兩個月之後後來就生意比較穩定 對就慢慢開始往上爬 哦 是 欸那佳洋 那你們現在刪出他的販賣的管道是 我們販賣的管道的話 第一個就是你在門市購買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預購的 那還有是 就是我們也有在那個外送平台Uber Eats上面合作 哦 所以你們跟Uber合作 對 然後也有跟Lalamo合作 哦 也是外送平台 對 沒錯 這幾種方式也可以買到我們圖示 或者是如果說你是外縣市的話 也可以用宅配的方式 對 宅配方式 那你們有在其他的網購平台呢 比如說上什麼 蝦皮啦 Momo啊 樂天 嗯 目前是沒有 沒有 對 但是可能不排除以後會規劃啦 對 等於目前先是跟外送業者合作就對了 對 有時候我想吃你比較吐司 我可以 點 嗯 沒錯 在Uber上面點 然後幫你送來 對 哦 是 那佳洋那你這樣子一路走來啊 有沒有發生到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呢 印象最深刻的話就是 嗯 從我開店到現在也快一年 就是 嗯 每週五都有固定一個 嗯 就是有一對老 老夫婦他們都會固定來買麵包 嗯 那 他們後來買了一個多月之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都會 你們都會想要來買我的圖示 那他是說 那因為他們每週五都會固定來這裡辦事情 那 因為他 他的太太他有糖藥病 嗯 那他但是他又很喜歡吃麵包 是 那 他就剛好無意間看到我 因為 他他每次買都是買比較健康的那種 可能全麥麵包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之類的 那他發現他說他吃我們的麵包就是 比較不會這麼的 甜跟這麼的油 對 那他自己回去量那個血糖 他也都覺得好像都還蠻穩定的 哦 對 所以他並不會因為說他吃麵包 可能就糖尿病就沒辦法控制這樣子 嗯 對 所以就是你們家的麵包算糖尿病也可以吃 對 所以你印象成果他每天喔 每週五都來買 那我現在都還是 對 然後就是 在這期間我們也有配合那個 社區的那種團 團購的那種團嘛 那他們也都會幫我一起推廣之類的 對 那他們也都是 每個月可能固定可能團個一到兩次那樣子 對 哦 所以等於同胞也會幫你 幫你推廣 對啊 對啊 沒錯 哦 是 那加油 那你們三出啊 當初他的經營理念 跟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經營理念的話就是 因為我覺得吃的東西的話 你今天販賣給客人 那你勢必要對這個產品有一個負責的那種態度 那所以其實我在挑選食材上面 我也都會特別的去挑選 那也就是想要呈現一個最好的 嗯 給客人 對啊 哦 是 等於食材你會挑過就對了 對 好 那嘉楊剛好今天有機會嘛 那想說趁這個機會 你可以跟大家介紹 你們三出他的 你們土司的特色 跟別家有什麼不同 我們土司的特色呢 就是 因為我們食材都是用 進口的比較多 像是我們麵粉就是用 日本麵粉 嗯 那我們的奶油的話 也都是用進口的那個發酵奶油 哦 是 對 所以 然後像我們巧克力也都是用 都是用進口的 那像我們的原味生吐司呢 裡面就是有加那個蜂蜜 那我們蜂蜜是用那個 中療的那個蜂蜜 所以他吃起來 就算他烤過 他也會有個淡淡的蜂蜜香 嗯 對 那像 我們賣比較好的 像是可可生吐司 我們裡面的那個 巧克力豆 我們是用 法國的那個可可巴納 這個品牌 那他有出一個 50%的水滴巧克力 嗯 那吃起來是 苦甜巧克力 說他吃起來也不會太 苦 那也不會太甜 對 那 我們還有一個是 我們還有一個是 日本的那個酒鬼芝麻生吐司 那我們用的那個黑芝麻呢 是用一個日本的廠商叫做 日 呃 他有一個廠商的名字叫做酒鬼 那他裡面生產出來的那個芝麻比較香一點 對 那我們會自己再把它研磨成類似像芝麻醬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砂糖下去提味 那我們就會把它捲到麵糰裡面 那我們 對 是 所以他吃起來每一口都是有 芝麻香 嗯 對 那其實還有其他很多種口味 像是 嗯 像最近有出一個黑糖麻糬 那我們的黑糖也是用那個 沖繩的黑糖下去調調製 然後再搭配那個 黑糖麻糬 對 那他吃起來其實就是有一個 蠻濃的那個黑糖香味 對 哦 所以你們的原物料基本上都是進口的 對 哦 所以成本會比較高 高一點 對 是 可是口味吃起來就是還 大家都還蠻受歡迎的 對 那其實我們在做這些吐司的時候呢 呃 我們用的 呃 應該說我們的配方也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我們有加入大量的湯種 那湯種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吐司它比較柔軟 那讓吐司就是可以延防 也就是防止它老化的速度可以不要那麼快 是 對 那我們還有再加入一個波蘭種 波蘭種的話就是 呃 增加那個麵糰的一個香味就是一個發酵的香味 所以其實多少就是 吐司吃起來都會跟別人不一樣 對 就你們家吐司吃起來會比較Q 呃 對 是比較Q 對 是 那因為家人你剛有提到吧 你說那對老夫妻他們每個禮拜我都去跟你買 因為 你說你們家的是比較低油低糖 對 好 那你們是怎麼樣製作可以做到低油低糖 低油低糖的話 其實你如果要讓吐司低油低糖的話 那你還要保有它原本柔軟的那個程度的話 那你勢必要可能可能花更多的時間下去製作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要用那個湯種去延緩那個麵包的老化 因為你已經少加糖了 那糖這種東西其實可以抑制老化 所以你必須 因為糖少了 所以你要去再找另外的方法去延緩它老化 然後變 防止它變乾 所以我們就是都會用其他的方法 還有其他的製程 或者是低溫發酵下去製作 對 你是說糖可以延緩那個麵糰老化 對 就是防止 可能因為有些麵包 你可能放到第二天早上要吃的時候 發生它怎麼突然變比較乾 變硬 變比較乾 哦 是 所以你們既然標榜是少 少油少糖 所以你們就用其他的方式 讓它麵糰不會那麼乾 對 沒錯 是 所以你們家算是健康的吐司 就是如果說血糖高一點 其實吃飲料的吐司是ok 對 對 但是其實也是要適量 對 因為它畢竟也都還是澱粉 對啊 那你們家除了吐司還有其他品項嗎 像是我們從開店賣最好的那個 我們也有賣單顆麵包 那我們單顆麵包賣最好的話是那個 那個鹽可頌 哦 鹽可頌 對 我們鹽可頌的話 麵粉也是用進口的那個麵粉 然後 裡面會包入那個 也是進口的發酵奶油 然後上面會撒那個法國的那個鹽漬化 所以它吃起來的話是有點 鹹鹹的 然後它又帶一點奶油的香味 哦 對 那其他單顆麵包也是有像是 肉桂捲啊 或者是什麼明太子軟飯 或者是一些比較傳統的那種 薄薄麵包或紅豆麵包也都有啦 哦 所以其實你們家除了生土是之外還有麵包 對 那會不會因應節日會有什麼禮盒的推出 嗯 會 那像目前 下一個節日的話就是中秋節嘛 中秋節的話 目前的話可能就是會推出禮盒之類的 對 讓大家來選購這樣子 哦 所以等於是特殊節日也會有禮盒 對 沒錯 哦 好 那家陽雖然說你們三粗吐司的時間還沒有很長 那有沒有未來的一個比較短期的 還是未來中長期的規劃 短期的規劃呢 我會目前就是希望店裡就是 營業也可以再穩定一點 嗯 對 因為其實烘焙也是有分大月跟小月啦 哦 對 那如果是中期的目標可能就是 我可能內場再多請一個人 嗯 然後可以幫我做更多事情 那我也可以做研發 讓口味可以再更多變一點 對 那如果以長期的話就是 我會希望就是 我可能就是再找一間更大間的店面 或者說我開兩間分店這樣子 哦 就未來還是有想要擴展 對 擴大就對了 好 那最後想請嘉楊你給想要創業的年輕人 建議的話 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呢 我會建議要創業這些人 你要做好非常多的功課 跟你要你要有非常多的耐心跟時間 像是因為其實創業牽扯到非常多 包括一個人是你自己還有你的家人 還有這家店的未來 那我會建議大家就是可能要規劃兩到三年內 你應該說所有事情會發生那種可能 那你才可以做好完全的準備 對啊 哦 是所以其實創業之前還是要先準備好 對 沒錯 不要太衝動就去創業 對啊 不要說還沒準備好就急著創業 然後結果反而保持不好的收藏 對 反而害到自己 嗯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山出土師販賣所的負責人林佳陽 佳陽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佳陽的分享 謝謝 謝謝